欢迎你收看今天的文献小媒大 我们要来讨论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继续谈槟榔西施 那么这几天呢 以为媒体在大肆炒作槟榔西施 桃园县政府还要被抓 到底是三部新三部还是新二部 很多人以为在谈统独问题 结果现在统独问题呢 跑到了槟榔西施的身上去 大家有时候回到了原点 新闻就不见了 因为大家就是追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更光鲜 可是看起来地位高一点点 其实这里头有非常类似的例子 那是另外一个性别女主播 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讨论 女性在这里头的角色 到底公权力可以放在哪一个尺上 我们现场有三位贵宾 第一位贵宾呢 就是引起这一次女性穿着 重要讨论的县长 桃园县县县长朱立伦 朱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 是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的教授 也是性别工作室的负责人 何出伟 何教授 大家好 第三位呢 我们今天请了一位 在桃园县工作的丁郎 其实小翠 大家好 我先请教朱县长 是 这样子好了 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从以前就是全世界 就有好几个国家的宪法 那最著名的是尼加拉瓜 他当时他这个商力解放这些 刚刚执政的时候 他另一线里头就是 不可以用女人的身体作为广告 那这个里头就是女人的身体 到底公权力怎么看待 公权力该不该介入 其实一直都有各种不同的讨论 那这次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 你桃园县政府 一下子这样子切入里头 对很多女性来讲 他喜不喜欢冰郎西斯的穿着是一回事 你公权力能不能介入是另外一回事 像我就公开讲 我公开讲 如果冰郎西斯漏两点 该抓 因为他违反善良风俗 对不对 那你们大家在画面上看马英九 马英九你的好朋友 他常常游泳 然后他也被民营党一个 很没水准的立委 骂他说他漏两点 靠这个吸引选票 他在台湾的很多女性的场合里头 好多女人看到他就想抱他 对他充满了性幻想 根据法官的判定 只要你的意着容易引起他人幻想 联想的 通通都属于防害风化 那马英九到你桃源县 如果去漏两点 你要不要抓他 我想今天我绝对不会把它宰化到说 今天是漏几点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说 在上个星期一 其实是找槟榔业者来座谈 找槟榔工会 槟榔协会等等来座谈 那大家是用一个共同坐下来 不是以前过去的一个政府 就是说我强力就直接去扫荡 或者直接去执法 就做一个沟通 那我要请教你 因为我听说了一个说法 我们不是桃源当地的人 跟槟榔业者不熟 他们说你找的槟榔工会 都是以欧巴桑为主的 那所以他们本身的竞争力 就输给另外一群漂亮 像我就很支持你取得槟榔西斯 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身材不行 我看到人家身材好很激怒 我会支持你 可是这里头支持你的是说 我这个觉得对我很爽 可是在法律跟人权身体自由上 我是完全不能这样 我现在再次强调 我们所以为什么不可能说 今天跟工会做了这样协商以后 我们马上就来取提 没有 我们今天说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配合工会来做一个宣导 希望这些槟榔西斯们 大家能够回归一个正轨 不是说今天比谁露得多 比谁拖得多 来决定他销售槟榔的业绩与否 或者是成为一个恶心竞争的手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是希望说 也给工会一个空间 就是说希望这个工会 绝对不是所谓代表华巴桑 或者是老一辈的所谓的槟榔西斯 没有 这工会至少我想在整个桃源线 大概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业者 有加入这个工会或协会 也这样子来产生一个自律的行为 如果我们有一个透过一个自律 而不是在一个恶性竞争的环境之下 否则的话 我相信将来槟榔西斯 也可能会走得更为极端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所谓的共同的一个协商 当然了 当天后来就整个社会的新闻 导向 新闻导向 我用新闻导向 就强调所谓的三部 或者是露肚脐的这一部分 后来我在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就做一个宣示 说桃源线政府到时候也不会无聊 在执法的状态中说 你露不露肚脐 那什么叫露胸部 到哪里才叫做露胸部 我跟你讲 像你这种取缔 我年轻的时候都会被你抓起来 来了这个何春瑞 但他不会抓我 因为我不是槟榔西斯 我是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阶级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 其实槟榔西斯的问题 牵涉非常非常多 我们请你何教授你看吧 其实我刚刚听到 我在报道上看的时候 是报道是说 不错是有槟榔工会的代表 但是这个工会 一般来讲只是大盘商 批发商 你说真正的在槟榔摊里面 职业的人员 甚至槟榔西斯本身 是没有参加这样一个 对谈的过程 我可以补充一下 协会可能是大盘商 或者是部分的业者 工会 我们亲爱的工会是工人的工 每一个槟榔摊 都在这里面 大概有六七百个槟榔摊 参加这个冰会 那有没有槟榔西斯参加 是参加了槟榔 那是老板老板娘 还是西斯本身 包括他们在里面 西斯本身 也有些他们参加 至于这个穿着部分 我觉得真是关键所在 那我也觉得说 我们这个社会因为 最主要的关注 是说漏多少 所以他们对于槟榔西斯的穿着 只会看漏多少 其实没有看到槟榔西斯 他们本身这个穿着打扮的 一个包装自己的方式 像我两年前 我做了一个槟榔西斯的研究 都是在台湾地区做的 那其中我注意到 好几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第一个 当我在跟槟榔西斯 这个摊子里面 访谈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 槟榔西斯穿着 是十分端庄的 他们端庄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是成套的打扮 他们有穿丝袜 他们有穿高跟鞋 他还觉得 街上那些光着腿 穿凉鞋的女生 一点都不端庄 就至于对端庄 这样的一个考量 事实上有很不一样的意义 包含在内 第二个 我也讨论到一些 比较一个系列的 一些槟榔摊 那他们认为说 他们的服装的话 非常有设计 也就是说 他的设计 是在讲求新颖 并不是在讲求说 我一定要录哪里 或者露到哪一个地方 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说 我有没有什么 特殊的一个风格 像如果是 同一个品牌的 槟榔西斯的话 他们就希望能够说 我有一个品牌的象征 就好像每个百货公司 想要有自己的品牌一样 他希望他能够有穿着 有不一样的品位 这个品位的话 不一定是以露为主 反而是以特殊 造型为主 最近我们也常常看 有一个女士 特别设计槟榔服的 你看他的设计的话 露当然要露一点点 可是露得要恰巧说 好像露了 好像又没有露 然后可是有一些故事性 比方说 可能槟榔西斯后面 有一条尾巴 或者他有一坨毛 就是说他是一个 什么样的动物 或者说他会有 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穿着在他的衣服上面 或者现在流行 就到了圣诞节 他会打扮成 有点像圣诞老公公 所以我们看槟榔西斯的 打扮的时候 不能只看说 他露了什么身体的部位 相反的你要去看说 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造型 好造成趣味 我在访谈中 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就是槟榔西斯的业者们 他们非常清楚露 绝对不是竞争的 这条轴线 原因是因为 他说你拖来拖去 第一个满街的女生 很多女生 都已经拖成那个样了 你要跟他 露到什么样的地步 第二个 你能拖拖 就算拖光 然后还能够 还能够讲什么 所以事实上 业主本身有一些 永续经营的概念 他认为拖不是观念 观念所在 这关键的所在 是要在于说 我要设计出 什么样一个特殊的风味 和品味 这几年来 我觉得槟榔西斯福 就在摸索这条路 我还有什么样的招式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 包装方法 我们还能有怎么样 借用于电影 借用于流行 借用于艺人 借用于欧美的 最佳的时装 把那个概念拿过来 然后在本地的 文化脉络之内 做一个改造 作为一个造型 然后能够让本地的 这个劳工阶级 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趣味性 老实说 槟榔西斯如果只是漏 然后每天穿的是一样的 没有 没有过客院以上的 我们现场访问的 包括朱立伦县长 还有何春瑞教授 他长期在台湾的 性别文化里头 他特殊的观点 还为槟榔西斯小翠 刚才何教授提了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不了解槟榔西斯问题 以为他只是靠漏 其实这里头 还有很多创意的空间 那我一刚开始质问你 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 我就是为什么 不去抓麻烟酒 因为这里头很重要 就是说 像他刚刚讲那个观点 别人会在高级服装 设计里头 会去观察 可是因为槟榔西斯 他是台湾第一件的 下层阶级 跟他打架的 都是第一件的劳工 所以在他的 这个行业里头 没有文化可言 他们很快要办 槟榔文化论台 我们待会回来 请教一下朱县长 进一段广告 我刚刚在前面跟大家提起来说 马英九 他经常在很多地方游泳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台湾最多女性的性幻想的对象 然后呢 像刘德华 他每次演唱的时候呢 还慢慢的这样拨衣服拨开来 还有最著名的是郭富城 郭富城演唱的时候 还有Elvis Presley 这些人是不是应该都被 朱历伦这样通通抓起来 另外我给大家再看 这张是莫文卫 莫文卫呢 在这张 比如CD的前面呢 他是露胸露了一半 然后在后面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到他是 绝对是露肚脊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 莫文卫这些人呢 他们要开演唱会之前 就这里贴安全贴 那里贴安全贴 有一次还差点掉下来 还一边穿一边这样子拉 那么这个人是Coco Coco呢 他绝对是一个性感的象征 那么他的身材呢 裸露的程度呢 我相信槟榔西斯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跟他比起来 这是张惠妹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艺人啊 那么请教一下小翠 就说你们自己这个行业里头 我们先不要来谈 刚才他们辩论这个很复杂 你每天你会想说 你要怎么穿衣服 还有你会不会 这些艺人的衣服什么东西 他谁是你的偶像 你有没有谈谈你的世界 还自从朱立伦要抓你们以后 你的生意是不是 少赚了很多钱 还是你很高兴他的政策 有啊 生意真的是掉下来很多 然后每天上班 要跳那保守衣服 跳得很辛苦 跳保守衣服跳得很辛苦 你今天穿得很保守来嘛 叫你如果穿这样你会少卖很多吗 会 然后那刚才这个何教授讲说 其实里面都已经漏到不能再漏 那其实有一些衣服的巧思 你对他的看法 你的回应 我觉得说不要漏重点就好了 你说今天穿个内衣内裤 再套一个薄纱 这样卖也只看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想的 你每天这样赚可以赚多少钱啊 如果你穿很少 然后只遮盖皱节的话 最多可以赚多少钱 你说是一天还是 对一天 一天啊 一天我没算 那一个月呢 一个月可以赚三万四万 三万 那像你现在穿这样的话 你缘什么多少钱 比较少 可能会掉下来很多 掉下来很多 对 那你对县长你的看法 县长 我觉得 县长说他是想为你们好 让你们不竞争你的看法 不竞争啊 其实这样更竞争 为什么 要靠脸蛋了 要靠脸蛋 所以说起还是要靠外貌 对 来来来 其实刚才小翠的一些讲法 我觉得也显露出某一些特质 他们现在有一个恐惧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 要穿多一点 我就必须要靠其他的方式来竞争 靠脸蛋 他变成女主播 不是 要靠其他的方式来竞争 其实有一点 是不是跟原来刚才何老师在讲 还是有一点矛盾冲突 大家还是觉得说 是不是我今天还是靠漏多落少 我觉得关键不在这里 那前一阵子像桃园的话 我们有一些冰凉戏是穿护士服 虽然不是很漏 他们其实基本是护士服 比较短一点点 然后上衣开的扣子 比较低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说 这每一个驾驶者经过的时候 想要去买个冰凉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看 他跟冰凉戏是间的互动 如果每次都是50块 或者说我要什么就走 我们不会去限制 他的交易的文化 但是很 那不是说限制的文化 但是我希望是说 因为的确 今天我不能说 桃园县的1600家的槟榔摊 至少登记有案的 说每一家都如此 但是至少我认为 其中有一部分 绝对是在走法律的边缘 绝对是说 今天其实他们漏的程度 我想可能超过小翠 今天平常在讲 那这个部分的话 已经有法令可管 所以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透过工会的力量 透过大家有个共识 说大家能够回到 大部分今天能够遵循的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重点 我现在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阶级问题 第二是性质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就讲第二个 你再强调说 这个阶级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 你有没有在报纸上 看过多少报纸 就是说这是某一个designer 随便他是谁了 他是LV了 他是Christian Dior了 然后他的服装展 最后一个出来的model 他是不是漏了两点 然后隐隐约约清清楚楚 这个在你们桃园会不会被抓 可是他叫做高级时光秀 他登在所有的报纸的封面上 我是觉得我们用极端的一个例子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是全世界的迷惑 他如果今天同样的 他这个所谓的时装秀 任何一个人穿到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模特 今天如果他大街当中 以这样子的方式 在所谓的交通要道 在那边展示 在那边显示 然后在那边做生意 在那边影响交通 或者是影响所有的 社会的一个观瞻 我觉得任何一个执政者 都要作为 而今天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例子 来举说跟檳榔西斯 做一个类比 第二个 绝对没有任何的阶级论 今天任何的人 我们保障他的工作权 一样的我们保障 他穿衣服的一个权利 可是不要忘了一件事 今天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 你今天去看很多的檳榔西斯 也许他只是在默默的工作 他做简单的一些 买卖这个檳榔 或者是一些东西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候一片的玻璃橱窗 他今天是怎么样 靠跳燕舞 或到大街上来去 做所有的招揽工作 靠越拖越少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政府该不该作为 该作为 而我们今天该作为的方式 平常有没有在取定 只是说用猫捉老鼠 老鼠躲猫的方式 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台湾县政府 今天并不是说 我今天继续像其他一个县市 说我抓你一个 抓你两个来交差 不是 而是我们透过一个座谈会 跟你工会跟协会 做一个协商 第二件事情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作为 包括规划的 包括文化局 为什么要做一个 槟榔文化的一个探讨 接下来劳工局 要做一些槟榔的 一些劳工工作权的问题 那马英九去里面桃园 他如果去游泳 一堆女人去看他造成交通阻塞 你要不要抓他 可是文倩里潭这个问题的方式 还是在漏多少 对 那我刚才要讲的逻辑是说 我觉得槟榔摊里面 操作的逻辑 不是只有说是漏多少 是最主要的关键 其实最大的关键是 在童中求艺 求变 你要想到 你觉得他在扼杀一种特殊的文化 这个司机在一个非常日常的 很单调无聊的驾驶生活当中 他在这里经过槟榔摊的时候 有一刹那 他有一个很卑微的幻想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人 他竟然会跟我讲话 要是平常的话 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姐 更不甩我的 除非我去上酒家 而他很贵 我付不起 可是今天这么一个小小的 卑微的一个刹那的时候 他会跟我讲话 他会跟我笑一下 而且在这 我刚刚开头讲到 我请问一下是 我们桃园到现在为止的 所作所为 有去限制任何的槟榔西斯 去跟他们讲话 或者是跟他们微笑 或者是跟他们做任何的 这些正当的交易吗 没有啊 目前这整个讨论里面 趋势出现出来 比方说 这不管是不是 县政府自己的决定 但是至少 下面体察上议的时候会说 像警察局会讲说 不可以交谈过久了 这个是天大的冤枉 这个我完全没有怪 我不是怪限制任何的意思 我说连那个警察局 我觉得再太怪他 都不是很恰到 因为如果经过 桃园南侃地区的人 知道那条中正路的要道 他所期待的是 今天不要在那边聊天太久 最主要考虑是交通考量 可是南侃那条路的拥挤 不是因为冰狼西施 而造成阻塞 只是冰狼西施 不是 你冰狼西施 你今天如果在沿海地区 或者所谓的交通不拥挤的地区 你要跟客人聊半个小时 也没有人要管你 如果你在交通要道 你跟冰狼客人聊太久的话 我们把问题拉回来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冰狼西施 真的是女性的穿着 就是你讲了说 她对社会冲击 什么叫做对社会冲击 这个在每一个国家的认定 是不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说用对社会冲击 那政治人物满口说谎 然后骗挑逗族群 造成对社会的冲击 甚至他这样随便改变公共政策 造成大家的经济损失 政府要不要管 你要不要去抓行政院长 要不要抓总统 就是说为什么欺负一个冰狼西施 就是我讲的阶级问题 就是说你对社会冲击 造成不良影响的 是人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一件事情 我今天对冰狼西施这个问题管 今天我们对除记的问题管 今天对什么问题管 并不代表我们欺负某一个阶级 而是它是不是存在 社会的一个现象一个问题 我们是勇敢的面对问题 而希望解决问题 而不是所谓的公权力 强暴式的今天来去对他们 做任何的一个执行 到现在没有 我看你们现议会 很多现议员讲话 也是很错误示范 我们现在针对冰狼西施的问题 我们第一件事 还是要感谢大家关心 关心来讨论 所以我们可以辩论 然后第二个 我们大家透过辩论的方式 透过辅导的方式 透过自律的方式 最后的一个手段是说 今天你如果冰狼西施本身 你违法的话 我们在依法 我不会去法商加法 我不会去创造新的法律 这个很重要 但是有一点 如果大家有一个共识 一个自律 今天大家不要以漏 越曝露越多 作为所谓销售的主要手法 我们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是宣导教育 大于所谓最后的取缔 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 著名的一个辩论 就是Calvin Klein 他在卖这个内衣裤的时候 那么他就是用了 非常大的性暗示 在美国的Time Square 那么后来呢 非常多的味道人 是攻击他 没有一件事情 法院可以接受 只有因为说 因为当model那个人 他是12岁以下 也就是说他是童年 所以这是一个 对性暗示 对年轻人来讲 是不适合的 那么在美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辩论 可在台湾 有多少人 在晚上的时候 他可以有足够的钱 去关起来 做很多性幻想 有多少人 他认为说 在街上 光天化日下 这个性幻想 就是不合法的 就是这里头 非常多的各种辩论 其实台湾很少 好好讨论 我们几年广告 待会回来听听 西施的想法 好 欢迎您回到文浅小梅大 那天那个我看东森新闻 他访问有一个槟榔西施 那那天就是新闻传到说 你们又回到原点 妒忌可以漏了 然后那个新师就是讲一句话 跟我一起看电视 一堆人就啪就哄堂大笑 他说 他们好无聊 他们自己不去管经济 要管我们家的妒忌干什么 这样大家就笑了 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社会里头有很多重要的事 有些事情是用讨论的 有些事情是用讨论的 有些事情可以用公权力去管 是不适合用公权力管 或者即使适合用公权力管 什么是你的priority 那待会县长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你priority 不过我们来听你小翠 你看法 你自己觉得政府管到你 你服不服气 会啊 你服气吗 就是怎么讲 去 大事不管干嘛管那么小的事 你认为大事不管 你认为县长现在在这里 你是桃圆县名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投他票 有 我也找人头啊 他找人头了 他还没有 我还没有 20岁 对啊 你还没有20岁 你找人头 你很支持他对不对 对啊 那你为什么支持朱县长 外表看起来很 你看外貌 我就知道 这是the answer what I want 你跟人家那个买冰朗的去买西斯 差别很小 我想这一边我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有人提到一件事情说 你为什么不管经济 管冰朗 管肚脐 我特别强调 我们没有说我们不管经济 我们绝对管经济 我们绝对管交通 我们绝对管治安 但是冰朗问题 今天存在台湾 作为一个地方首长 不能够视而不见 那今天透过一个 座谈的一个方式 跟业者来做 这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是我们该做的 也应该推动的一些 至少我们不要讲说是改革啦 就希望它有一些进展 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我们每个月 每个礼拜工作的上百件当中 正好引起媒体很大的一个注意 我讲句实在话 如果那天业者 大家不提到说 肚脐要不要遮一下的问题 大概今天没有人要讨论 不你们余政信 也从来不管你的经济 他就陪你去看 那个槟榔一些事 那其实不是 那只是说 今天余部长到桃源 来关心我们一些交通的 一些重要的路口的时候 我们今天一样 对于槟榔问题 造成的一些交通问题 部长要来关心 其实桃源县政府 也是欢迎 这个事实 县长我请教你一个 就是说 你其实是在踏出一个 人类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就马英九其实也干过 类似的事情 他说要把色情业者 赶出台北市 然后他就说 后大卖照 话讲的喊得不得了 还叫人家说 月底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几个月之内做到 那所有的人 就为了管业绩 就啪啪啪出去 那其实事实上 色情业不是用这种方式 去扑灭的 那你现在这样子 取地槟榔稀释 我没有取地 我就说 你要求他做自立也好 你有宣导期以后 将来看怎么样也好 那你认为你可以 你四年内 你把握你都做得到吗 还是你就是 这一段时间警察给你抓到 后来大家都觉得 你捅了一个马蜂窝麻烦死人 就等新闻媒体不见了 你又恢复原状了 我会 其实我对桃园的 很多的产业 我其实有信心的 其实槟榔文化 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 也该走到一个调整期了 比如说槟榔文化 有没有在台湾存在的 一个可能性 有 那它今天 有没有存在的一个价值 它有某种程度上 一个经济价值 那槟榔其实本身 需不需要 受到一些规范 还是要的 不能说我们完全不给它规范 但是只是说 今天规范的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逐步的导引到 我用导引了 我说导引到一个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 不要大家好像 把槟榔西斯文化 当成台湾一个 譬如说一个特殊的 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以后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 所以我说桃园县今天来做 很多县市也在观察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 很想强调一件事情 我知道社会有很多味道人士 它今天一再的 可能就要特别强调 你桃园县这样做 是不可行的 不可能的 味道人士都支持你的做法 你都搞错了 我现在说另外一种 像何老师这样 比较前卫人士 只是重心在一个重点 如果我今天是 一开始就强烈打压 强烈扫荡 我相信我绝对不会可行 我也不会说 今天一年之内 全桃园县 没有任何人露肚气 我只是希望一个月之后 他这样穿可不可以 可以 一个月之后 他这样是可以 别忘记是这样穿也可以 我现在强调一个重点 你不用强调 张惠妹这样可不可以 我再一次强调 我希望一个月之后 大家看到的 平常心是透过这次讨论之后 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 除了极少数的 还是要靠所谓的暴露 靠这样来卖 才能够赚起生意的 其他有一个自觉 至少有一个自觉说 我今天可以用 透过其他的方式 也许我的比较好的服务 的态度 或者我提供比较好的产品 我比较亲切 或者是穿着比较有设计 成为何老师所讲的 今天未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风险 我请教一些县长 这是张惠美 她是台湾最好的宣传 对不对 对 那么这是Coco李文 她这个卧府长龙 对不对 她在那个 Academy Awards 奥斯卡演唱 她们两个女人 这个也露肚子 在西方的很多night party里头 她们就穿很低胸很低胸 那像我自己以前 当过唱片公司总经理 我告诉你 张惠美全身包起来 她这张唱片是会卖的不好的 那我是不是要查尽她 然后我告诉张惠美说 我希望你靠你的歌艺 靠你其他的能力 来取得你的销售量 我可不可以告诉唱片业者说 我希望你们的唱片文化 往那个方向去提升 不要把女人的身体 把女人的妒忌 当成你卖艺唱歌 像张惠美这个好的歌手 你怎么把他招到成一个 妒忌歌手 成什么好 我也可以讲的义正词言 你知道吗 这里头的危险就在于你说 你希望兵了文化调整 这个调整是由谁来决定 然后公权力可不可以接入来 我先请何老师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里面 很有趣的就是比方说 大家的关注点 在南侃的这条路上 为什么是南侃这条路 每个人讲理由的都说 有爱国际观瞻 或者国际有人来访华的时候 都指定要去看 所以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冲突点 这个冲突点不是阶级的 不是性别的 而是本土和国际化的 也就是说 冰郎文化是一个 非常本土资深的文化 它自己摸索出来一条路 它摸索出来一些设计 你完了 你现在还反本土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说 在国际化的这个趋势之下 这个本土化要被调整 要被所谓的提升 要被所谓的自律 也就是说把本土自己 那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要给它扼杀掉一点点 然后让我们能够有点水准 比较像设计 这个设计这个部分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要合乎什么 国际的服装设计 相反的我觉得 正是要有它本土的特色 本土的这种 展现自己的特色的这种方式 大家不要忘记 冰郎西施绝对不能 穿普通人的衣服 他们不能 因为如果穿上普通衣服 就没得卖头 它那一刹那的交易 它必须要是一个 异于寻常的一个场景 好让这个中间 像我刚刚举例说 我说又有穿护士服 他不是在说 我要护士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当今天冰郎西施 穿上了护士服 或空中小姐服 或其他的一些制服的时候 他跟顾客之间的互动 会有一点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说 下次买冰郎的时候 就会讲 那个对话 不再是说买冰郎 而是说 你又来看我了 有没有带健保卡之类的 这个对话 其实是那样一个幻想 场景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主轴 那个欲望的回路 那个欲望行走的方向 是需要有故事 需要有场景 它必须要异于寻常 我们请你能广告 待会儿回来听听西施的想法 好 欢迎你回到文庆小门大 我们请西施小姐来 小翠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在谈 就说 这个县长是希望 你们的文化 可以有一点调整 就说你们可以用别的方法 来更好的服务 来卖你的冰郎 你觉得这样你可以生存吗 你自己能吗 还能好到什么地步啊 跪着送冰郎吗 我就 为什么 你要不要多说一点 一定 一定要大家比赛 录得比较多 那不叫比赛吧 那不叫比赛 那叫球变嘛 球变我们都在 现在时代也不同 你说 又不是以前的时代 要包得紧紧的 没有人要包得紧紧的 没有人要包得紧紧的 你父亲对你传讲的意见 当然没有 他们说这是一种工作 你工作上的需求 对啊 那你平常 就是说你穿这样子的话 你们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说 你知道你穿这样的声音会变很好 那会不会男人就是讲话吃你豆腐 讲得很难听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反正可以赚他钱就好 管他说什么 是不是这样 很有趣 这就是我跟你讲 我问他为什么这个问题 我从小开始 就本小姐想当年身材瘦瘦蛮好的时候 就经常面对这种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为什么会找你来吵架 因为我从小衣着都是我最容易被攻击的事情 那衣着连我现在穿这样子 在那个年代都是会被讨论的问题 可是我就常常跟很多男人讲 我穿这样子 我们有什么想法 有想法是你 所以有罪的是你 该被惩罚的是你 所以你就叫卡车司机自己就是惩戒 你卡车司机买槟榔 结果你自己不买了就走 你还要跟槟榔司机讲半天的 你去抓卡车司机 你这个卡车司机 看着人家穿的那个衣服 你就想一大堆 你有本事就学周全嘛 你就把他去世嘛 你懂我意思吗 你把所有的槟榔课去世说 因为你看到这些槟榔西施 你来讲你为什么不去惩罚那些 买槟榔的人 你不惩罚嫖客 你为什么惩罚妓女 这相同的道理啊 来请问你 我想第一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被载化 误导到某一个特定的层面上 我想我再一次强调 我们没有意识在 所谓的肚脐眼上面做文章 而真正的关键重点 是不是大家还是要靠越露越多 或者是靠所谓的露 来做一个竞争 那所以赖的是顾客啊 他讲吗 我想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今天我不相信 从今天各种角度我来判断 或者是我们大家今天来听 所以并不是我们今天 特别强调的那一部分 但是他也知道 今天绝对有部分的槟榔 其实靠所谓的露身体 完全靠露身体 越露越多 来作为恶性竞争的一个手段 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第三 我想今天不是所谓的 今天是讯导主任的观念 说管你衣服穿多少 而是希望透过一个自律的文化 让大家共同关心 来至少调整吧 我想至少调整这一部分 最后一点 我绝对不会说 今天对于槟榔西施的问题 说专门针对你槟榔西施 我想槟榔西施的问题 存在可能老板比槟榔西施更重要 很多老板是逼迫你槟榔西施 或要求你槟榔西施 来靠漏或是色情的手段 来赚取生意 这种老板一定要加HT 那顾客呢 顾客本身你刚刚讲的 你卖毒的跟吸毒的都一样严重 为什么他们就只有处罚一边 今天从道路交通的管理的 一个基本条件 大家可以看到 10月15号 我们针对于这些违反交通道路 这些规则的相关的这些驾驶人 你今天买槟榔西施的东西 但是你要在那边停10分钟 停20分钟 给他开罚单 当然要开罚单 所以一样的 所以今天不能跟客人聊太久 并不是指槟榔西施 不能跟客人聊太久 你客人本身 你今天也被开罚单 所以一样从交通的角度出发 那如果说比如说小翠 他衣服穿的符合你的规定 可是基本上在台湾社会观点 还是暴露的 对不对 有可能吗 就是像我刚刚讲 莫文威长 他还是露胸 只是不露两点 然后他还是 他没有露臀 可是基本上裙子非常短 所以 他有露漆 可能贴一朵花 对 他上面露土 最好贴了青天白日 我们党的党会 然后结果那个槟榔客 就是给他买槟榔的人 就对着他讲很多猥亵的话 那要处罚谁 当然是处罚 那个槟榔客 我想重点 大家一直认为 有办法做到吗 我们基本上 对啊 所以你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要惩罚 那个讲话猥亵的槟榔客 如果他有这样子做 事实上有人检举 或相关的一些 我们依法是要办这个人 可是我再次强调一件事情 大家为什么 一直在认为说 槟榔戏事的文化是不能碰 我觉得社会要调整 这样的观念 很多人认为说 这是个马蜂窝 这是个不需要讨论的 这是个谁都办不了的 但是我们试着 扪心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社会 或者这个政府 都不关心这个问题 就让他继续这样子烂下去 反正就是这样 只要有一天 他会调整到一定的程度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该做的事 我们最后请何初瑞 还有请小翠 那很有趣就是这个问题 第一个它被视为问题 第二个它被视为烂下去 那这就是 我刚刚所讲的这些话 好像好像都没讲似的 因为我觉得在槟榔文化里面 它本身操作的一些逻辑 我们如果不能坐下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而只是能看露到什么程度 曝露到什么程度的话 我们还是没有看见 它整个文化里面 它资深它的一个力量 它力量不是露在那里比 因为刚才已经说过 露是没有前途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槟榔西施 它跟顾客的互动 很有趣 每个新闻记者 一看到槟榔西施 穿戴比较露的时候 或者比较曝露的时候 就会去问说 有没有人性骚扰你 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说 你们都是怎么对付这些人的 我们总是在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惩罚 那个说小黄色笑话的人 那个猥亵的人 我们总要问说 槟榔西施怎么样被性骚扰 你从来没有问过槟榔西施 他们有好多招式 可以应付 可以对抗 他们有很多时候 他们并不希望顾客被抓走 顾客被抓走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但他们可以处理的时候 政府却说 不行不行 你没力量 我来保护你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有人应该去发觉一下 槟榔西施每一天面对 这么多的劳动大众经过 他们都说一些话 都做些事的时候 槟榔西施怎么处理 他们的力量在哪里 有没有人有兴趣 知道一下 可能政府就不用花这么大力气 去保护他 还是保护我们经济好点 来我最后请教小翠 你这个 你们自己几个朋友认为 县政府这次是干真的干假 而且你认为他们可以撑多久 前面热热 后面会冷冷 所以你不认为县长 会有贯彻的决心 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准备 最近就是 宣传保守 要准备搞撑多久 撑多久 看10月15号以后吧 国庆日过了以后 对 尤其到了比高市长选举 新闻不在这里就没事了 是不是这样 那刚才这个 县长他一直希望说 就说 这个 什么情况里头 冰房客会一直在里面 一直跟你聊天 他如果违宪你都怎么对付 刚才何教授讲的招式 你都怎么对付 不理他 你就不理他 就毁宾囡餐里面 毁宾囡餐 他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动作 他只是言语的骚扰这样 对啊 那什么情况里他会跟你聊天聊很久 嗯 想认识我这样 就是做朋友 这样 对 对 你有没有什么最后话 要对这个县长说呢 请说啊 没有问题 你的 你的投票者 我觉得今天做冰房餐真的是 做的又很累 然后你们又那么爱管 就说穿的漏不漏的问题也要管 对啊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自由 对啊 也不是老板他们规定 我们要穿那么漏的 对啊 也是 衣服也是我们自己挑的啊 自己买的 对啊 其实今天穿内衣内裤再加个薄杀也不过分吧 真的没有漏到重点啊 就好啦 所以你觉得漏到重点被抓应该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被抓 你们就觉得太过分了是不是 好 我想基本上我蛮赞成 就是说透过这次的讨论啊 包括我们未来办的几次的相关的座谈会 从文化的角度 从社会的角度 从劳工的角度等等 让大家共同来关心 但是大家放心了 浩原县政府不是这么的蛮横无理 我们一定希望说做一个先锋者 让大家共同来关心台湾 不是我赞成你抓 因为我身材变形 我赞成你把所有暴露的人都抓起来 甚至我看了很刺激 重点不再露不露 你看我们所有的人还是没听到你的话 进到广告 我们待会儿 彼不露